Hello, 大家好, 我是Litl May 今集是最后一集的长期之旅 总结我这么多日去过什么地方 第一天我在香港机场出发 坐3点多机场去长期 上到机场, 我就研究一下电话卡 不知道大家用哪一支电话卡 研究一会很快就下了机 其实长期机场是很小的 你一出来很快就会找到 去长期市中心的车 这一辆车是1000日圆一程 它是在5号站 大家不要去错地方 其实下到机场, 已经是差不多傍晚的时分了 所以, 我一下去, 查询了个hostel 之后呢, 我就去了Jusco那里 就买便当吃了 接着去到第二天 第二天呢, 其实是下雨的 那天就出了去找食物 就发觉原来这一间 网上推介的烧肉店 在我的hostel附近 就在中华街附近 所以呢, 我呢 就11点多 就进去吃了 那这间我真是极推荐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介绍这一间烧肉店 真的很棒 吃完东西 就下雨了 又没有地方好去 所以呢 我就去了Jusco四楼的Candu那里 就去看看了 那里呢 我一进去 其实基本上 是浪费了整个下午都在里面走 因为真的太多东西走 那走完之后呢 去到大概六点多 又肚饿了 那晚上呢 我就去了观光通商店街那里 的吉宗 吃这里很出名的茶碗蒸了 接着来到第三天了 第三天呢 其实这一天天气呢 是超好的 阳光普照 所以呢 我就决定呢 就走过去这个 Golfer Garden 其实来我的hostel 是很近的 大约走二十分钟呢 我就已经走到啦 那里面呢 就很多东西看的 我是看了 应该两个钟左右 之后呢 就买了一点点手信啦 离开了Golfer Garden之后呢 我就回民宿那里休息啦 傍晚的时候呢 就再去这个眼镜桥那里拍照啦 而夜晚呢 就是在这间店里吃东西啦 第四天呢 天气非常之好啊 我一早呢 就去了海滨公园那里 吹海风啦 之后呢 就去了旁边的美术馆那里 那里参观的 下午呢 就在附近的Family Mark 那里呢 买关东煮呢 就搞定啦 那因为呢 我发现了呢 原来出道呢 都在附近 所以呢 就即兴地去参观了这个的出道 在里面呢 走了大概一个多钟啦 去到黄昏的时候 搭蓝车呢 就上去看这个日落和夜景啦 来到第五天啦 这一天呢 天气都是很好的 所以呢 我就搭了最早那班车 9点多的车呢 就去了云仙 那云仙这里呢 真是很漂亮啊 还有很震撼啊 那我在那里呢 就吃了温泉蛋啦 那 离开云仙之后呢 我就回到小宾啦 就找了一间餐厅 就吃了个下午 那就是吃这个 就叫强棒面的 之后呢 我就去了隔离的一间店 那里呢 就逛逛啦 买下手信 那样的 那呢 在浸免费猪肉之前呢 我就买了些番薯啦 就用天然的温泉器呢 就蒸熟它 那等我呢 浸完粥肉之后呢 就有番薯吃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一天的经历呢 是我最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所有东西呢 都是很新鲜 很特别 就要带来的 来到最后一天 就是第六天了 那这一天呢 我便会回香港了 在回香港之前呢 我就去了 长崎车站附近的一间 一间餐厅那里 做最后的冲刺 那血品完一番之后呢 我就去了附近的一间店 就吃了一个咖喱吉列猎腹饭 就完结了这次长崎之旅啦 这次旅行其实我都不是用了很多钱的 用了大概5000元左右 大部分的支出都在这个住宿那里的 展示一下,其实我觉得长期都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它的景点也很近,最好大家就住在这个观光通站附近 就可以逃步走去很多景点 而住在长期车站附近的话 你就可以去其他的原市就会方便些 主要的交通工具长期就是电车 每一程,无论你去多远,都是120日圆 它4月1号就会加价 大家留意一下,很多谢大家 这么久以来一直看着这个长期之旅 那今天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针 下次再见,拜拜 都不介意 一下那 都不害怕 词